早安 带您来关心天气 首先带您来看到今天的卫星云图 而今天台湾依然是处在这个 比较微弱的偏东风的环境 而各地大多为多云稻晴的天气 不过水气稍微增多 而部分区域会有降雨的机会 尤其是午后雷震雨要特别来注意 而气温方面各地低温会在24到26度 而局部的空旷地区或者是近山区河谷 还有机会再低一些 会感受到稍微的凉爽 而在白天高温普遍会在31到33度 而由于云量少接近中午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紫外线人还偏强 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 而在早晚也会感受到比较凉 要注意到这个气温的变化 适时的增减机物 来继续带您来看降水的状况 因为白天的时候 各地雨势还不是相当的明显 主要是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村半岛 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 而在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会增加 主要是在这个山区为主 不过桃园以北的平地 还有西半部地区 以及这个山区平地也有机会 会有午后雷阵雨 而下午出门的时候 建议还是要期待雨季来备用 紧接着来带您看这个一周的走势 而周末天气会出现一些变化 周六开始南边的水气会增加 而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村半岛 都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 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 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 而周日也将是水气最多的一天 在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 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而其他地区午后也会有降雨的机会 而下周一降雨的形态与周日类似 但降雨的强度跟持续的时间都会趋缓 而下周二开始则会回归这个稳定的天气 但部分的区域还是有降雨的机会 要特别的来注意 而小丁您早晚要记得加件衣服 今天西半部的空气品质烧差 这个过敏族群要特别来留意 接下来带您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